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对于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啊 还是对于刚才案例 我们要讲个什么呢 模型的保存和加载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 什么重要 比如说你这个做图像识别对吧 比如说你做这个图像识别 你现在训练了一万张图片对吧 然后呢你的模型定好了 当然肯定不是我们这种模型 定好了之后 哎训练好了之后 那你怎么给别人用啊 或者说假如说你现在啊 训练由于模型比较复杂 数据也比较多 你现在要多少步呢 六六十万或者六万步对吧 各自百千万六万步 这个六万步在整个运算过程 每一步要运算一下时间 每一步要运算时间 打出第一步 打出第二步 那这个是不是又要有一个过程了吧 那这个过程假如说啊 现在你训练的好好的 对吧 训练好好的 突然在三万步的时候 你训练出来这个算 这些权重和参数在三万步的时候 哎你的这个服务器淡机了 那这个服务器淡机了怎么办 淡机了 意味着你这个权重训练到三万步的时候 比如说你花了两天训练 训练到三万步的时候 哎淡机了 这个权重是不是已经更新了很多了吧 你下次开机开始又要训练 又从哪里开始了 是不是又从随机开始了吧 那是不是你这三万步是这两天是不是白干了 对吧 白训练了吧 所以你肯定要在 比如说我 我让他在每一百步保存一个这个位的值 可以吧 每两百步保存一个位的值 每三百步保存一个位的值 是不是这样的话 我是不断去保存一个值 哎假如说他淡机了 我是不是值已经在文件当中了吧 那我下次再去训练的时候 自从随机出化值看什么 不了吧 我可以从当前的这个训练 已经训练三万步之后的这个权重和偏制开始训练了 就这样的话就节省之前的时间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假如说你这个淡机了 肯定是存在了 那你这个模型不能说训练一半 前功尽弃对吧 好 那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需要涉及到模型的保存也加载 那么这里面要注意啊 这个模型的保存也加载啊 其实他保存的是什么呢 就是变量 那所以我们这个训练模型最重要的东西是不是参数啊 那我们参数这个大多数是以变量去定义的吧 所以他呢默认去保存变量值啊 注意了保存变量值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通过train.com一个save的这样一个类啊 保存模型啊 和加量模型 好 那我们可以指定呢 你可以指定保存哪些变量你想保存呢 也可以指定 那默认你不保存的话 他就你这直接空就行了 对吧 不用牵直 然后有个must to keep 只是要保留最近的检查点文件 哎 模型的保存 他的文件跟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sumery的文件吧 哎 sumery的文件我们称之为什么以问此文件吧 那我们保存模型的时候呢 这个文件名就不一样了 保存模型的文件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checkpoint文件 这是他命名而已啊 checkpoint的文件 中文的也叫检查点文件对吧 检查点文件 这个啊 看到了解一下就行了 简查点文件 你也不用管这些文件 那么他里面有个save的时候会有个参数 叫什么呢 指定保留最近的一个文件的数量 哎 他如果穿进新文件的时候会删除叫旧的 如果没有 零则保留最近的默认是五个文件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假如说你是训练六万部对吧 你每隔一百部去保存一个文件 你现在应该有多少文件 六百个文件对吧 那你想要这六百个文件吗 其实不想吧 你想要最近的一个文件 或者最近的几个文件的里面的什么权重值吧 比如说你训练一百部好了 好 假如说你现在训练到了一百部对吧 现在一百部保存了一次 一百部啊 保存了一次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权重值 权重 权重和偏执吧 偏执值吧 哎 假如说你第二百部又保存了一次对吧 第二百部 那你又保存最新的权重和偏执吧 权重 偏执 能理解吧 保存最新的了 那然后第三百部四百部一直往后 那你现在是不是历史前面的这些文件 是不是其实可以不要了 因为你只要保留最近的这一两个 你就有权重偏执了啊 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去训练就可以了啊 哎 这里面要注意了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要选择这样一个啊 最近文件 当然一般呢 如果你训练的部数很多的话 肯定是用到这三处 如果你这个部数不多 是不是用不到啊 好 那么保存怎么保存呢 你可以通过这里面创建的这个实例去save一下 非常简单 你要保存什么 sass 然后保存文件的路径 注意了 它是路径包括你的模型的名字 能理解吧 它并不只是一路径了啊 它跟事件文件不一样 事件文件只有一个路径 在这里检查点文件 既要你的路径 又要你的保存的模型的名字 这里我们就默认以默的名字 命名 然后你也可以命名其他的对吧 比如说图像识别呀 名字你可以随便命 好 那这个地方session 它为什么保存的时候 要保存session 我们事件文件是保存的绘画 图啊 我们说了绘画是不是掌握了很多资源吧 这些变量的资源是不是它掌握的 变量的值也是它去开启 去进行回收的吧 所以我们要保留的就是session 好 那我们来保存 在这里 那保存的时候在哪里去保存啊 一般是不是在你训练的时候 如果你判断一下 对吧 如果训练不是多 对吧 在这里 evo i 对啊 除以200 比如说我隔200次 对吧 evo除以i等等于0 我是不是在这里去保存一下吧 哎 这个当然我们这里就用不到 对吧 用不到 我们的训练次数没那么多 好 我们还是回还原一下500次 对吧 还原500次 假如说500次都运行呢 我再去保存一下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好 那我们先要创建 这样一个 saver的一个op 那所以只要是定义op啊 你就把它往 把往 绘画前面写 那你解释了 只要定义op 你就往这个绘画前面写 好 那定义一个保存文件 对吧 定义一个 保存模型的 那这个实例 好 那我们这里 比如说saver saver等于tf.train train.saver 注意了 这些参数在什么位置 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些 这个API 对吧 参数位置 你要知道 saver 那这个地方的saver 我们在train里面保存的saver 那接着我就可以去 是不是在这某个地方去 这个saver一下了 好 比方说 我先就在 程序运行结束的时候去保存 好 我们先不保存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你现在还在上次的结果 对吧 你现在训练好了 再训练一遍 是不是又从头开始训练 是不是从头开始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又从头开始训练 从0.083和0.0 当然每次是随机 给他的一个值 你是从不同的值开始的 那 我们这个地方呢 假如说 先来创建一个目录 叫保存文件的啊 就叫ckptpt 这个呢 是保存我们的 简查点文件的目录 好 那我在500次结束之后呢 我来保存文件 saver.save 这样的参数 第一个是什么 sash 你的sash s1 s s 对吧 好 第二个是你保存 简查文件 文件里里面的 是不是文件的名字啊 好 单前目录下 temp 目录下 ckpt 好 比如说在保存下面 我取个名字 就叫做test model 对吧 test model 也可以啊 直接写model吧 这个名字 也就直接写model 我们看一下 他文件格式是什么样的 对吧 好 现在啊 我run一下 好 保存了 我们不管这个结果了 我们来看一下保存好之后 ckpt 是不是有这样文件啊 哎 这里面就有这样文件了 我们可以从这里 直接从这里看吧 我先用不到这个了 s 我们到这个 cd的temp 目录下 ckpt上面 对吧 看一下 这里面有这种几种文件 那么 checkpoint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checkpoint呢 它其实就是记录一下 你这个模型的名字是什么 对吧 以及 它的一个路径 就单前那个目录下 然后呢 这里面的data 注意了 它有一个mata 有一个index 也还有一个 这个数据 我们的数据 保存在哪里面呢 保存在这里 它命名是怎么样的呢 是这样的 你现在是不是 是不是保存了一个文件啊 是保存的一个文件啊 好 那如果你保存的文件是第二个 哎 它会0001 哎到0002 啊 如果你保存了三个文件 是不是003到004 能理解吧 哎 这个文件 也说你的数据是有这个秘密 所以 它是一个对吧 一个文件 再来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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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吧 哎 这个不用管 那这是你的数据文件 还有其他的呢 我们其实也不用管 它是什么 对吧 index mata 就是对于你这个绘画 它里面有哪些东西 来更新一个记录 然后你的值 是不是保存在这里面 对吧 这个我们也不用看 只是我们加载的时候 只要读取这个就行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保存了 对吧 但是你现在训练 是不是没有去加载 这个模型吗 是没有加载 没有加载 那你再次训练 是不是还是从一个随机化的 这样一个处置 开始吧 我想要干嘛 接着 接着这个地方去训练吧 哎 看它下次是不是会打到一个 0.7 0.0 0.8 0.0 0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涉及到 模型的加载 模型加载呢 也非常简单 restore 绘画文件的名 文件的这样路径加名字 就是模型的路径加名字 这个非常简单吧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 那我在哪里写这个文件 这个加载呢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 在这个运行之前 或者说我在优化之前 是不是应该去加载 这个东西 是吧 你应该什么 先把这里面的位置 bios 你已经处置画质了 好 比如说0.5 你这是0.0 现在我也干嘛 我在运行之前 先把质覆盖了 我现在是0.7 0.0001 0.7 9999 所以你现在从这个值开始再去训练吧 哎 那我可以啊 我可以在这里写 也可以在上面写 这一样的 一般呢 我们就直接在绘画的中去写啊 在这里 对吧 我们要去 加载 模型 啊 加载 模型 覆盖 覆盖 模型的作用 是吧 覆盖 哦 我们的参数 覆盖 这个 覆盖 模型 当中随机定义的参数 是不是覆盖这些啊 哎 从之前训练 从上次训练的参数 结果开始 是不是这样的作用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 我要这个 加载这个模型啊 比如说我先判断一下 判断这个 当前这个某一个路径里面 有没有我这个模型吧 是不是可以啊 先判断一下文件 你不能说没有文件 你就去加载 会报错 对吧 我们这个 比如说判断它有没有 那 如果 你这个文件有没有 我用OS去判断 OS导入了吧 判断某个文件存在 OS怎么用啊 如果 not OS 对吧 是 闹的 还是直接OS 如果OS点 list 或者说 pass 点 exist 这个 是不是判断某个文件 存不存在的 是不是这个模型啊 如果 我判断某个文件 比如说 这个 changphone的 就判断这个 changphone的 单前 目录下的 temp 目录下的 ckpt 下面的 chack p o rnt 我判断这个文件 存不存在 如果它存在的话 我干嘛 是不是要加载模型啊 对吧 加载模型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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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ore 对吧 restore restore apple 加载 我是不是还是使用这个绘画 第二个注意了 第二个是什么 还是你文件路径的名字吧 好 路径名字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model就行了 就是你这个模型 当然你模型名字肯定是自己知道的 对吧 模型名字你肯定知道的 好 指定一个 好 名字 那这样加载之后 它干净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把这里面的w和b 是不是覆盖了这初始化的这个值啊 别说我在这里打印了随机的值 哎 在这里已经被覆盖了 然后再进行训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观察 加载模型之后 它训练的这个结果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随机出的话是什么值啊 全装这1.02 又不像的吧 随机出的话的啊 又得0.0 这个是给它固定值了 你可以把这两个都固定值 都可以啊 就随机的 那然后看一下 它出的话 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啊 不是吧 它是从上次的结果开始优化吧 是不是从上次就会 哎 不但就是从刚才的结果 不断去优化 是不是 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吧 所以这个地方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值 就不是从这个开始了 而是从我们模型加载的这个结果来定的吧 是不是啊 哎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模型加载之后 从这里训练的时候 是从0.700148 0.799724开始进行训练的吧 你理解吧 哎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加载之后 这个值啊 它已经变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模型加载 这模型加载呢 其实跟我们赛克论一样啊 也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你只要记住了 你加载什么东西 你要去 这个保留哪一个模型 对吧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模型加载之后